男子躺在救護車上 滿身血淋淋 表情痛苦 因為他剛剛在汽車旅館 慘遭亂刀砍傷 業者低調不願多談 據了解理性男子一行12人 到汽車旅館開趴 進駐為解封 還高調頗穩炫耀 其中4人叫小姐沒付錢 爆發衝突 傳播業者衝到汽車旅館 遲到猛砍行凶後 立刻逃逸 被砍的理性男子 手臂見骨臟氣外露 傷勢嚴重 甚至有民眾目擊 他抱著腸子的救護車 警方獲報後 調閱監視器逮捕兩名主仙 將他們扣上手銬押上警車 而理性男子一行人 無視全國還在三級警戒 大膽群聚開發 旅館業者無視規定縱容 衛生局也將一併開發 記者劉志展 蔡宇山 桃園採訪報導 今次我們就行 聽到我ww狂聞 警方獲報後 無視能 Champions 警方獲報後 警方獲報後 商學 感谢观看